雷法在我們整個道教系統中 是最高級的一種法術 因為雷是智陽之氣 開解一切的陰邪 九年前 同一班師兄弟在山上 下著大雨在廟下,不能下山 我們說我們練了雷法這麼久 雷法我們就感應到了 但我們說雷法最重要是要引雷過來 我們怎樣才能引到雷呢 這個十字星號很重要的 九天應元雷星普化天尊 我把它讀了十次 隔了五秒之後 雷在天上打下來 在天上發出了一聲很大的巨響 然後雷劈在我大概兩米以外的地方 魚雷連著地上 輻射到我的腳 巴仙還在 就是這個巴 吃完之後,我就發現了 看到每一個人、每一個物體 其實它有它自己的顏色 就是它有它自己的前世今生 這個就是這種雷法 給予我們一種天眼的打開 很多人都會變成 太陽的陰鬼 我們看一下